精彩继续 《探龙》第269章 刘俊辰正如杨子所料 心有不甘 却有苦无势力 又被杨子这一夕话说的 心中那冷了一半的热血 再度沸腾了起来 猛的一排座椅 沉声说道 堵了 是生是死 总得拼一回 前半生永永碌碌 后半生不能再荒废了 这句话一出口 杨子顿是喜不自禁 他之前就详细分析过 刘俊辰这个人 知道此人极为聪明 为人又有点孤傲 要是用其他办法去糊弄他 或者像那夜叉男所教的那样 是以恩情要挟 只怕反悔弄巧成拙 只有开诚不公 真心实意地说出自己所想 同时激发起他内心的不甘来 才能真正地争取过来 而且这种收服 才是真正的收服 他会亲尽全力地帮助自己 绝不会背叛 为什么呢 依赖刘俊辰这一身本事 苦无民主 赫连离两家势力 已经足够庞大 他去只是锦上添花 添心又非他所愿 自己这个时候以城相待 他辅助自己 那就相当于雪中送炭 他是个聪明人 明白锦上添花 和雪中送炭的区别 定会偏死效劳 二来 这也不单单是为了杨子 也是为了他自己 一旦杨子在他的辅助之下 登顶六门 他也必定会名扬天下 这是每一个六门中人的梦想 可以说他也是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奋斗的 还有一点 他毕竟是陈大瞎子的徒弟 陈大瞎子教了他十来年的本事 就算陈大瞎子不认他了 他也念着师徒的情 还多少对胖鸭有点愧疚 陈大瞎子父女 等于是天心变相彼色的 他肯定想报仇 要想对天心复仇 没有势力 那无异于痴人说梦 正好自己和天心不对付 正是他最佳的选择 事实正如杨子所料 刘俊辰这边一答应 那边就问道 我想知道 除了我和段大哥 以及你那两个兄弟之外 还有谁是我们的人 杨子一听 就知道刘俊辰 只是立刻就投入到角色之中 开始分析情况了 他这种人脑子够用 江湖经验又足 当然知道要想成事 必须有自己的势力 所以他一开口就直接问 自己目前有多少势力 当下也不隐瞒 就将具体情况说了一遍 包括于是杰 夜叉南都说了出来 毫无保留 宜人不用 用人不宜 也许杨子自己都不知道 自从破山而出之后 他身上那种王者风范 已经开始逐渐地显现出来了 刘俊辰询问之前 心里已经做好了准备 可听杨子这么一说 还是忍不住皱起了眉头 他知道人手一定不多 但是没有想到 人手会这么少 简直可以用可怜来形容 当下就眉头一皱说 那我们还得拉几个 杨子就等他这句话呢 当下就黑黑一笑 我已经想好了 你老情人一个 还有上次偷金玉龙钱的那瘦子 应该也是六门重人 再加上现在又找到一个七长空 这就多了四个了 刘俊辰一听 眉头又是一皱 萧青暂时不考虑 西长空会不会同意 还是个未知数 不要想他那么乐观 但那瘦子确实是个好瘦 他也是九大企图之一 叫做莲小雀 最善于伪装 混入人群之中根本找不到 空空妙手天下无双 但战斗力却弱了一点 杨子一听着名字顿时一愣脱口而出 他就是莲小雀 这名字我之前在一老阁就听过 说着话掏出纸来 找到莲小雀 上面果然写着 莲小雀天隐门人 九大企图之四 三十来岁 瘦小枯干 身手敏捷 手法极其灵巧 最善于伪装盗窃 绝招为偷天换日 莲家为天隐一门世家 其爷爷莲九丰 隐居一老阁 绰号白头翁 其父莲无止 亦大名鼎鼎 十五年前 父子夜入中南山飞鱼塘 为金冠所伤 莲污止身亡 莲小雀右手断三指而逃 隐于金陵侍井 以偷盗为生 一看到这里 杨子眉头就是一周 原来一老阁的白头翁 就是莲小雀的爷爷啊 怪不得白头翁的外号 就叫偷天换日 感情这是莲家的绝学 有一回白头翁 还让兄弟三个找莲小雀来着 当时并不知道 莲小雀也就是九大企图之一 莲无止却早在十五年前就死了 这也是没想到的事情 只是这莲小雀的身份 有点丢份 毕竟以偷盗为生 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刘俊辰何等聪明啊 一看杨子的表情就知道 杨子是觉得莲小雀偷盗 有点上不了台面 当下就笑道 莲家有三投三不投 专投不义之财 专投恶人之财 专投富贵之财 一不投穷苦人 二不投救命钱 三不投正路财 而且索取之财物 绝不能占为己用 上回投你兄弟的那几千块钱 都没出山区 我们下车之后 走到别的村 就给村里孩子上学用了 所以名为窃贼 视为侠盗 不然的话 也没有资格 与我并列九大企图了 杨子一听 顿是明白了 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呀 当下就一点头说 行 等找到七长空 我们就去找莲小雀 刘俊辰却一摇头说 小雀好办 他和我关系走得近 一个招呼就来了 等将七长空拉来之后 我带你去见另外两人 也都是九大企图之一 如果能得到这两人相助 无异于是虎生双翅 杨子眼睛一亮 自己第一个就找刘俊辰 真是走对了 拉了他一个 增加四五个出来 呼啦啦一下 一个团队已经出局规模了 他虽然说叶小青暂时不考虑 但杨子早已下定决心 无论如何 也要化解两人之间的矛盾 有可能的话 还要促成两人间的姻缘 当下就问道 去见谁 刘俊辰一笑说 一个叫马大嘴 一个叫乌老八 说到这里 苦笑了一下 说 乌老八其实也好争取 比较憨厚 和我也有交情 我亲自去的话 他应该不会推辞 但是马大嘴嘛 能不能争取得到 就得看你自己的本事了 说这话 车已经开到香雪校门口 一眼就看到一个 黑瘦精干的汉子 正从大门出来 刘俊辰手一指 说 就是他 七场空 您刚才听到的是探龙 下集更精彩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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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